欢迎收看中国在线的许元思恒 前人大委员长,前国务院副总理吴邦国因病医治无效 星期二是北京病逝,享年84岁 认真与报道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和全国政协法库告 说吴邦国因病医治无效,星期二凌晨4点36分 在北京逝世,享年84岁 吴邦国是安徽肥东人,1964年加入共产党 清华大学毕业之后,一直在上海工作 到1983年进入政界,历任上海市委副书记、书记等等的职务 推动上海开创了对内、对外全方位开放的新局面 1994年9月,吴邦国获真保为中央书记处书记,进入中央工作 曾经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亦都是第16届、17届中央政治局常委 2003年,接替李鹏成为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将立法工作作为全国人大首要任务 组织起草宪法修正案草案 主持制定修改反分裂国家法、物权法等等 在2000年和2006年,吴邦国曾经两道访港出席活动 又探访本港居民 他强调一国两制是保持香港长期范围稳定最好的制度安排 他期望社会要港大局、港团结 妥善处理分歧和矛盾 并捉住国家发展带来的巨大机遇 推进经济和民生发展 担任人大委员长期间 他亦都高度重视人大对外交往工作 加强与各国议会的友好关系 吴邦国在11届全国人大会议上 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工作报告 提出五个不搞 从中国的国庆出发 震动的表明 我们不搞多党轮流之症 不搞指导思想的多元化 不搞三权分裂和联缘制 不搞联邦制 不搞私有化 2013年卸任退休之后 吴邦国仍然多次公开露面 复告赞扬他是优秀党员 是国家的卓越领导人 有线新闻 认证与报导 法改委没有好像市场预期那样 大力推财政政策刺激经济 内地股市国庆长假期后福市 显住高开之后升幅收集 上证综合指数高开一成之后 升百分之四收市 护心两市成交助创新高 著名投资者麦扑斯说 福市之后并不是家仓的好时机 住北京记者李永中报导 A股亢奋情绪延续至长假期后 护心两市大幅高开 上证综合指数以全日高位高开一成 建近三年高位 法改委既招大招欠逢 升幅曾经短暂收集至约百分之一 收市升百分之四点五 报三千四百八十九点 深证成份指数高开百分之十二 收市升百分之九 券商股近乎全日涨停板 六十几只有国策概念的半导体晶片股涨停收市 龚先生一年前买楼套现之后买入股票 终于收得云开 但也有市民说股市上升也不会心动 股市成交非常活跃 万亿成交瞬间直达 开始大约二十分钟 已经突破一万亿元人民币 全日成交三点四五万亿元 再创新高 新兴市场支付麦泊斯就说 如果内地继续推出刺激措施 相信中国股市可以持续上升 但他不急于买入股票 因为长假后复市不是买入的好时机 投资银行摩根士丹利就认为 以他们衡量的市场情绪指标 A股很快就会接近过热门栏 官门内地金融时报报道说 金融管理部门已经对商业银行窗口指导 要求强化内部监控和合规管理 严控加大杠杆 业内人士也强调 银行信贷资金严禁违规进入股市 有线新闻驻北京记者李维忠报道 国庆前夕 内地多个城市发布楼市新政策 包括降低首期比例 放宽入场资格等 促成楼市黄金周 北京、上海、深圳等一线城市 近日成交量飙升 何心言报道 国庆黄金周期间 内地多个楼盘出现人潮 假期头6日 北京新楼网签成交量 比上年同期增加超过7倍 二手楼都有超过五成增长 上海和北京先后推出刺激楼市措施 包括降低首期比例 放宽买楼资格等等 有楼盘销售说 客户对市场恢复信心 之前这些客户过来看了之后 他下不了决定 需要再等一等 或者说等等政策 但是最近我们的客户来当天 他们就能去决定 我们项目的来访量 现在能接近每天200组 深圳在国庆假期间 新楼成交量都增加近10倍 部分二手楼的业主更加趁机反价 深圳当局除了下调首期比例 都解除部分区域的限购措施 令到非深圳市户籍居民都可以入市 有楼盘负责人说 有助吸引外地客户入场 有线新闻 何新闻报道 商务部宣布 对原产于欧盟的进口白兰地 实施临时反倾销措施 商务部说 根据反倾销条例规定 和有关调查结果 初步认定原产于欧盟的 进口白兰地存在倾销 决定采用保证金形式 实施临时反倾销措施 从星期五起 进口经营者在进口原产于欧盟 装入200升以下容器的白兰地时 应该向中国海关 提供相应的保证金 保证金率为30.6%至39% 内地国庆长假期结束 全国流动量累计超过20亿人次 文旅部估计有7亿6500万人次出游 总消费超过7000亿人民币 当中北京在接待游客人次和旅游总收入都藏身高 红旅游文报道 刚刚过去的国庆黄金周长假期 据交通运输部的统计 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过20亿人次 按年增长3.9% 当中超过八成是公路自驾出行 铁路方面自9月29日开始 连续一个星期单日客流量超过1800万人次 10月1日客流量创单日新高达到2144万人次 随着市场气氛好转 出游和旅行相关消费意欲都有增加 国内旅游达到7.65亿人次 一共消费7000亿元人民币 增幅达到6.3% 当中在北京 旅游人次和消费金额都创历史新高 一共接待游客超过2100万人次 旅游总收入达到268亿元人民币 在广东 7日假期累计接待游客超过5800万人次 4A级或以上景区接待近2100万人次 旅游总收入超过530亿元人民币 国庆长假期间 已旧换身、发放消费券等活动 也都带动消费业潮 国庆付贴2万块钱 品牌房也给了一定的优惠 它是比较合适的 省了很多 北京家电已旧换身 重点支持雪柜、洗衣机等8类家电 假日期间订单数目高达6万台 上海家居、家装、色老产品 补贴日军销售2300万元人民币 有线新闻洪族文报导 外电引述消息报导 解放军可能会在赖清德的双十演说之后 在台海附近发动军事演习 解放军今年5月 在台海周边展开一连两日 代号联合利监2024A军演 表明是对赖清德520讲话 谋毒挑衅的坚决情绩 路透社引述台湾官员消息说 根据搜集的情报评估 无论赖清德在双十演说中说了些什么 解放军都有可能会以此为由 在台湾周边海空域 发动联合利监2024B军演 不过也有外交消息说 北京也有可能基于美国下个月初 举行大选而不进行军演 台湾空军清泉岗基地 一个士兵被子弹灌穿面部 送完之后不辞 那名士兵隶属台湾空军 防空器飞弹指挥部 下午在清泉岗基地 用T-91部枪射击训练期间 被子弹灌穿面部昏迷 最终不辙 当局正是调查事故原因 控军司令部已经成立专案小组协助 卷入京华城闭案的前台北市长 柯文哲 他的秘书许子瑜是案件证人 据布他目前在日本未归 许子瑜是民众党主席柯文哲 担任台北市长时的徐行秘书 负责管理柯文哲的私人财务 和行情等资讯 根据台湾传媒镜周刊报道 他在检方8月底 针对京华城案发动手术行动的时候 已经提前出境 至今未归 台北地检署说 许子瑜现阶段只是证人 目前正是厘清他的涉案情节和角色 据了解 许子瑜出境至日本 当局正是透过多种管道联系 民众党发言人说 镜周刊的报道 在时间、内容和人物上 都是联酬一通 节目时间到这里 稍后有其他新闻 稍後有其他新闻 桐后 仁白 小显 서로